下一題是一種喜歡考的題型 就是冰變成水,水變成冰 然後問一些體積啊質量的問題 四海立方公分密度0.99的冰完全變成水 請問你有幾公克 這個冰變水,水變冰,A變B,B變A 老師說過要注意什麼事情 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你就可以寫個等式嘛 然後就把它算出來 冰變成水,誰不會變 質量不會變 也就是說冰的質量就是水的質量 所以這一題要我求的是水的質量 其實我可以求誰的質量就好 求冰的質量就好 因為條件給的是冰嘛 算什麼帶什麼對不對 條件給的是冰,我只能求出的是冰的而已嘛 所以呢,那根據公式就知道質量就是密度乘以體積 我拿冰的密度乘以冰的體積 出來的是冰的質量 在這一題也就是水的質量 因為冰化成水質量不會變 所以就大概就是360克 可以嗎 可以 這個冰變水、水變冰是一個喜歡考的題型 再考一次 跟剛才基本上 我的程度都這樣子 這個練習跟清理基本上差不多是 數字不一樣 你再換另外一種考法 請問你 他有幾公克 帥哥美女 請問他有幾公克 我們要找一位美女 美女有嗎 十三 你說什麼 兩百七 要有信心 什麼 要有信心 我們就給他說 剛剛講過 掌握不變找到 相等 冰化成水質量不會變 所以兩個質量一樣 根據公式 質量就是體積乘以密度 密度乘以體積 所以拿冰的體積乘以冰的密度 叫做冰的質量 這一題正好就是水的質量 所以答案兩百七十 這跟前一題的立體 基本上完全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 然後再稍微轉一下 轉一下變成七百二十毫升的水 變成零點九的冰 請問你冰的體積 基本上仍然是掌握不變找到 相等 方法可以先算出水再帶到冰 也可以顯示一個等式 左邊是水質量 右邊是冰質量 也都可以 慶祭力 請問你 這杯是多少呢 來 可愛的二杯 二十杯 凱龍大哥 來 你說啥 八百 八百 好 你開心就好 八百 八百 質量不會變冰質量等於水質量 然後質量就是體積成密度 我這個列式就是列 先列出水的質量 算出水的質量 然後要把這個質量帶到冰 那這個冰再做一次 冰再做一次 體積就是質量除以密度 然後算是八百 你也可以左邊寫水質量 右邊寫冰質量 然後去沉 答案出出來也OK 隨便 然後那八百 所以答案就八百 這就是 有關於這種冰化成水 水變成冰的提醒 這也是一個很愛考的提醒 希望能夠理解 重點就是冰變水 水變冰質量 不會變 掌握不變 找到 相等 OK